嗨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观看立的菜园系列影片 这里是日本东海地区岐阜县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盆栽草莓的移栽方法 去年我把草莓栽在菜园子里 经过半年的管理照顾 收获了很多香甜的草莓 孩子自己在自己家菜园栽草莓来吃 非常的开心满足 今年我的菜园子 秋冬要做一些规划调整 所以把草莓给栽到花盆里 今天就把移栽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 我使用的容器和草莓苗 以及草莓用途 这次我使用了两种规格的 长方形的花盆来栽培 一种是长65宽32 深32的大花盆 另一种是长60宽20 深20的普通长方形花盆 这个是我买的草莓专用土 里面肥料和酸碱度调节已经做好了 直接栽培就可以了 下面介绍一下我买的草莓苗 分别是一剂结果和四剂结果 两种结果形式的苗 一剂结果的草莓呢 一个是叫做张鸡的品种 果形长圆形 多花多果 果味酸甜适中 抗病力强 非常好养 另一个品种是叫做蜜香的品种 果量不大 但是果形很大 果形扁圆 果味香浓 甜度高 难养度一般 四季草莓呢 我买了三个品种 一种是有名品牌的 比较贵一点 一种是园艺店自己培育的品种 还有一种呢 是花色粉红的 漂亮的 观赏价值更高一些的草莓品种 不管是一剂结果草莓 还是四剂结果草莓 它的移栽方法呢 都是一样的 使用65×32×32的大花盆 可以移栽三颗 使用60×20×20的花盆呢 可以栽两颗或者是三颗都可以 土生在15公分到18公分最合适 我就以60公分×20×20的 非常普通的这种长方形花盆为例 给大家示范一下 首先把盆底垫上防漏土 又透气的椰丝树皮 或者其他的盆底石都可以 将土装到盆的9分左右 轻轻的抬起花盆 往地上磕一磕 这样会坐实一些 再填补上 滴下去的部分 使土量达到盆的9分深 也就是15-18公分左右 这样的话 盆土在以后 不会因为浇水而慢慢的下沉 降低它的高度 装好土后 用一根支柱等盆垒各处扎几下 给土壤制造一些排水路径 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和排水性 对草莓的根系非常有帮助 接着呢 将盆土浇透水 要慢浇 直到盆底呢 不断有水流躺下来为止 同时呢 也把草莓苗盆给它浇透水 接下来呢 我们把苗盆 放到花盆上 确定好 再配位置 在定好的位置呢 歪个浅坑 深度大约是 草莓苗盆土 高的一半左右 好 下一步就是移栽 移栽的时候注意观察 找出草莓苗 育苗石和母猪连结的 区腹镜的剪口 那可能它已经干枯了 就像这样子的 没关系 一定要把这个 干枯的区腹镜呢 向着花盆内侧 然后呢 把草莓苗微微的靠外侧 放进挖好的浅坑里 这么做呢 是因为草莓会在 母体连接区腹镜相反的一侧呢 开花结果 再加上靠近盆边栽培 这样将来结果后 会像这样子 果子呢 旋垂在花盆一侧的空中 对防虫 防脏污都很好 苗坑做好了以后 我们把草莓苗 从苗盆里取出来 放到刚才挖好的苗坑里 这样的话呢 会有一半的苗 露在苗坑的外面 不要紧 我们给它轻轻往下按一下 使它下沉一些 但是呢 一定要保证 草莓的这个 叶芯的这个位置 就是叶片 分岔出来的这个位置 一定要露在土壤外面 这一点呢 关系到 小苗的生死 记住 一定不可以将苗心 栽到土下面去 好 就像这样 其他的同盆的苗 也同样方向 同样方法来移栽 像这样移栽好后 再给它浇一些定根水 就可以了 那如果栽培的环境 虫子等比较多 可以在小苗的旁边 放一小捏 欧路多兰 这种去葱药 然后给它浇上水 盆栽草莓移栽后 要放在每天有五个小时以上左右光照的地方 气温呢 在零上15度以上的时候呢 每天早晨要给它浇一点水 那气温低于15度以下的时候呢 观察到盆土 1.5公分到2公分以上是干的情况下呢 就在早上给它浇透水 关于用肥 我这里的土是自带的肥料的土 所以呢 一季结果的草莓 在来年3月份最肥 四季的草莓 在移栽后两周追一点 粉末状鸡粪肤肥 有可能会在气温 完全低于10度以下之前呢 采收到一茶草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有帮到您请帮我点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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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